我大概過去的這五年的時間 我把所有的證券犯罪 大概就是證券交易法的所有犯罪 每一種犯罪形態 我都寫過一篇文章以上 所以在我的感覺裡面 我覺得操縱是最困難的 大家比較關心的內線交易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我就覺得操縱非常的難 像操縱或內線交易 你要怎麼算 股價瞬息萬變 你如何計算它的犯罪所得 這不是總額跟進額 這麼簡單可以處理的 總額跟進額很簡單 對股價來講 總額說就是 它最後拿到多少 那就總額 可是這個matters 內線交易你賠錢也是要罰 不是這樣嗎 我們處罰內線交易 並不是因為它從中賺錢 更難的是說 好吧那就算它有賺錢 但是你要不要扣除很多的東西 股市的成本 你從哪一天開始算 才能夠算出它的犯罪所得 這真的非常的頭痛 即使在美國也不見得有頂尖 再來還有一個概念 叫做sentencing guideline 美國的聯邦是有良心準則的 那良心準則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財經犯罪裡頭 那司法院如果時間很多 可以去爭執很多細節的問題 我倒建議它應該要多多去考慮 就是定真正的良心準則 因為良心準則不是目前我們看到的 這個性侵害的行情表 那不是 行情表的意思是我過去統計一些 法官的判決的時間 然後呢 我來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判決呢 過去這個案件 比如說詐欺 我們看看過往的行情 可能是一年 我就判一年 那你不能告訴我說 這個輸入這個叫做良心準則 這是笑死人的事情 這叫良行行表 但是我講的是聯邦良心準則 良心準則的意思是用 比較高位階的概念 用factor的概念 比如說你這樣的行為下去 你可能造成多少損害 你有沒有前科 你侵害法益是什麼 我給你用不同的點數去加成 那麼在聯邦良心準則裡面 原則上它是以被害人 所受到的損害作為因子 而不是以犯罪所得作為因子 就是其他的像 這個竊盜啦 侵占啦 這些東西 它都是用這個損害 唯獨在這個證券交易詐欺 在證交法的犯罪上 它是用犯罪所得 因為被害人的損害非常難證明 雖然所得也很難證明 但是相較之下 它還是用所得來作為一個良心 這是比較特別的 所以它在良心上面 對犯罪所得的計算 也可供一種參考 就證交法上面 以上是我個人在講的時候 先做一個前接的導論 那麼因為呢 我被亞真說 我怎麼可能講得完 因為我做了70幾頁的 power point 我只能簡單的講一下 我覺得重點 沒收的整個法理過程 我想這個早上都已經講過了 我們就跳過去 那麼我就直接切進美國聯邦的沒收制度 這麼美國法上面呢 它其實是最主要的後面的跟司法沒收有關的 就是民事沒收跟刑事沒收 那麼民事沒收跟刑事沒收呢 這兩個制度的這個本身呢 刑事沒收因為時間來不及 我覺得我只能跳過去 我先簡單跟各位分享一下 刑事沒收跟民事沒收最大的差別 什麼叫民事沒收 民事沒收並不是說 它違反民法的規定你要沒收 不是 刑事沒收跟民事沒收 都是因為crime 都是因為有個不法的前行為所舉發 所發生的 所以就如同剛剛早上 李榮根老師有提到 他說確實 他提到 他今天講的那個就是民事沒收 他前面是要有一個不法的行為 可是這個不法的行為 是不是代表後面的這個沒收 就是一個處罰呢 我個人的觀察是並不是 民事沒收並不是一個處罰 這一點要注意 那既然它不是一個處罰 我的想法就是它可能不會造成 早上老師講的很擔心的 會有過科的問題 因為它不是處罰 那為什麼它不是處罰呢 民事沒收它指的是對物訴訟 你把它想成我們的微禁物沒收 比較像 就是那個東西本身就是一個不法的東西 那既然它是不法的東西 管它在哪裡 反正只要我看到它 我就是可以沒收 因為它就是不法的東西啊 只是說我們微禁物的概念比較limit 美國它對於微禁物的概念是非常廣的 它就認為說 你因為犯罪所取得的那個財產 也是一個不法的東西 所以我也可以對那個東西做成沒收 這個是我們跟他們最大的不同 所以民事沒收它其實是對物的訴訟 那我們就來想想看我們以一般常理來講 如果它是一個對物訴訟 你就可以想像 所以這個對物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就不要管那個很深奧的法律 我們就想一下 這東西在哪裡 我就是可以沒收它對不對 那東西如果不見了呢 我還可不可以沒收它 東西如果就是毀損了 我們就假設有一把槍好了 有一把槍然後它在台灣 然後它就是毀損了 比如說燒掉 屍骨無蠢這樣 那你可以對槍的主人說 我要追真追腳底藏嗎 不行啊 因為後面那些錢並不是微禁物啊 對不對 所以美國的對物訴訟的概念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這個東西我後來找不到了 我有沒有辦法對它做其他的替代處分 不行 好所以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是民事的東西 所以它的target是那個東西 不管是錢或者是東西 總之它認為那個物就是一個不祥物啦 就是一個不法物啦 所以不管它去哪裡我都可以沒收 但是 但是所以這個好處是什麼 它移轉到第三人身上 它還是個不祥物啊 它還是個不法物啊 所以不管它流到誰手上 我都可以把它拿回來 好那當然你會說那第三人很冤枉耶 那第三人如果它是善意取得怎麼辦 所以它會有第三人的保護訴訟嘛 你要跟它講說 不好意思我就不知道它是個不祥物啊 我以為它是很OK的啊 因為它外觀看不出來啊 外觀不是一把槍啊 所以它在民事訴訟裡面 由於它的整個的程序沒收是跟著誤走的 所以誤到哪裡 沒收亦隨之 既然是這樣當然就有可能到第三人的手裡 可能不是原來的發生的不法的這個犯罪行為人的手中 我可不可以去沒收 我可以因為我target的是誤 那既然是這樣 那第三人如果他有其他的原因 他必須要提出善意等等的抗辯的時候 我就要保障他的程序 所以我可以讓他來講 他有一些這個舉證的責任 他來表示說 其實這個東西我並不知道 外觀上看不出來 而且我也是有相當的對價等等的原因 好我就給他這個程序的保障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不見了 毀損滅屍不存在 我可不可以再去主張其他的替代手法 沒辦法 好這就是隊伍訴訟 很簡單吧 好那接著我們再來看 如果是刑事程序又是怎麼樣呢 聯邦的刑事沒收程序是對人的程序 所以他有可能會有剛剛李老師講的 可能會有過科的情況 也就是說倘若我又罰金 我又沒收 那有沒有可能造成雙重的處罰 好這個有可能過科的條款 但是就我對美國法的理解 這個問題他們已經很早就算了 好他們已經認為說不會 因為後來已經修法修得非常仔細清楚 他的範圍都定得很清楚了 好那罰金是罰金 沒收是沒收 好那沒收刑事的 他的沒收他就是一種重刑 所以他是跟著人的 跟著人的意思就是被告 你必須被判處有罪 或者是你認罪協商 你也認為是有罪 總之你最後是一個有罪的狀態 我才能夠開啟刑事訴訟的沒收程序 OK 那各位可以想像 跟民事訴訟的沒收相比 他的程序是怎麼樣 第一個他是跟著人 所以你的這個可責性就非常的高 你東西如果不見了 可是只要這個罪還在 我就可以要求什麼 其他的替代手段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刑事沒收程序 他是有替代手段的 他有哪些替代手段呢 他可以有金錢赔偿 他可以有這個金錢給付 那他可以有這個 類似於我國的這個追貞抵藏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刑事沒收程序 大概是兩階段處理 第一個階段是定罪程序 就是我們講的 如果你就本案的事實 你必須高到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 那第二個階段是沒收程序 那當然你就必須證明 犯罪行為跟沒收之間的關聯性 那這個時候 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在哪裡呢 那不管是民事或刑事沒收 檢察官的舉證責任 都在過半的行政即可 那這個是很自然的情形 各位來想一下 我們的這個 我國的沒收 你撇掉那個證券交易法 那個很奇怪的 一億元以上的 那個奇怪的條文 正常的情形 犯罪的所得 它是不是一種犯罪的情節 它就是犯罪的情節 那犯罪的情節 在刑法的概念上 它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良行的要素 我們的5859不就是這些嗎 對不對 你要審酌犯罪的情節 它犯後的態度等等 那請問如果說被告犯後態度良好與否 我們會要求檢察官證明到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嗎 不可能嘛 你跟他說好嘛 那就算他金鋼筋超了500遍 你確定他真的悔改了嗎 請證明到95%的行政 我們不可能這樣去要求他嘛 那當然犯罪所得也是一種犯罪的情節 所以怎麼可能會要求高到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程度 如果你要到這個程度 你就不要沒收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即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 它講究程序正義保障的國家 它也不會去訂一個很奇怪的條文 說犯罪所得必須證明到 無合理懷疑的新政 然後要用非常嚴格的證明 這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不想要這個制度 這是非常自明之理 所以回來看 我有時候就是不太能夠理解說 我國在修法的時候 怎麼會這樣修 像我們的一版 我們的這個內線交易罪 我們就規定說 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 它的行度是非常重的 那因為他把它變成法定型 這麼加重的關係 導致它變成一個構成要件要素 導致檢察官必須證明這個要素 達到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程度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離譜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這個條文應該要改掉 你要要回歸說犯罪所得 它就是一個良行要素 然後速度去制定那個良行的準則 這個才對呀